今天带你们来看的是欧洲复古式公寓 即将要交货了 最主要距离KLCC也只有0.9km 这里大部分是拿来做短租用途 拿来做office用的 事不宜失带你一起去看这一个豪华公寓 走 那Skalets总共有三个L 是450,550还有575 sqft 那在我身后呢 就是575 sqft的dual key单位 那如果我们不说来说的话呢 你肯定不会知道这是一个dual key对吧 通常在市场上面的dual key呢 外形都像一个单位 可是这里呢 不说你都不懂 它其实看起来就像两个单位 左手边的是我们left hand side的一个individual unit 然后右手边的呢又是另外一个studio 那事不宜失带你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575 sqft的单位哦 进门呢 细心的发展上 已经包括了这个右牌子的电子锁 那我们会看到左手边呢 整个set的kitchen cabinet已经福利包括了哦 那当中呢 除了我们的电子炉 我们的microwave oven 这个可酸伸缩性的水喉 还有coco水机 再加上这个mini bar都已经包括了哦 那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那进来身后呢 哇就是一个可以放queen size bed queen size bed的一个空间 那左手边这个我们的衣柜呢 我们的work desk呢 全部都包括了哦 每个单位呢 都有属于自己的aircon 那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单位呢 当初发展商是没有input blind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窗帘 可是拿到钥匙的时候呢 哎 就连窗帘都不需要自己买哦 那另外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哎 买工具 当然要自己装灯 自己拉电 对吧 可是这里呢 那不需要 因为它的整个blaster洗淋 发展商已经包括了 就连这个美美的黄色灯呢 也已经做好了 除此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说呢 你看到这个圆圆白色一个的对吧 那个呢 就是我们在发生 突发事件 也就是说 有emergency的时候呢 那些火灾的时候呢 它会爆开 然后会洒水的 它其实是我们的water springer 它跟传统 露在外面那个银色的不同 这一种呢 就比较整洁 那你看 那另外呢 带你去看 哎 Durkey嘛 这里可以通过 OK 这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单位 那同样的 你可以在这里放一个king size 然后呢 我带你看一看它的窗哦 开窗 是不是有比较吵杂一点点呢 因为单位呢 它就在aclay那个highway旁边嘛 可是只要我们一关窗呢 马上就安静了 那接下来呢 带你一起去看 这一个的洗手间 来 那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这一间 独立单位的洗手间啦 所以我的镜子啦 洗手盆啦 柜啦 都已经包括了 shower screen 转 what you see what you got 一模一样 那我最喜欢的呢 当然是身后那 大大的buff tub咯 那今天这个buff tub呢 它给你看到外面 美美的view 设计是不是很高贵 很漂亮呢 那除此之外呢 巴掌商也细心的 把它的那个外观呢 放上了一个防护网 那你可以在这里 好好的欣赏美景以外呢 还可以兼顾到你的privacy哦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到它的第48层 也就是最高的那个楼层楼 那Skyless呢 总共有三层楼的facilities 那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wine lounge 你可以看到所有KLCC的景色哦 然后呢 来到我的身后呢 就是这个大大的gym room 那这个gym room呢 是免费的哦 你可以基本上呢 在这里就好好的转眼洞 同时呢 也享受美景哦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那我们往下走呢 就会看到business lounge 还有我们的music box 那来到这里的楼梯呢 诶 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哦 那这一个呢 很多人会以为说 哦 它就只是一个装饰品 其实不是哦 这一个铁网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防震的作用 那今天呢 在我们走下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诶 它会有一点点的震 对吧 因为它是absorb 我们的那个震动的一个作用的铁网 那这里呢 在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music box 然后我们的左手边呢 就是business center 那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呢 做出来的完成品呢 和当初发展上的artist impression 可以说是99% 一模一样哦 那在同一层呢 也有这个function pavilion 也就是给我们拿来做活动的 那在这里的设施 包括了tables to sew 我们的dart karaoke system 还有就是可以煮的这个celebrity kitchen 那今天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啊 还是有自己想要举办的活动呢 都可以提前预约这里哦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sky infinity pool哦 那这里呢 它有分室内和露天的部分 那你在这里游泳的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klcc kl tower 还有trx view 所有kl city skyline的view呢 都尽收原地哦 那这个项目 你会喜欢拿来投资ab&b 还是自己偶而过来 做一桌staycation呢 你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吗 那欢迎comment一下 和我们交流交流哦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 所有的内容咯 记得关注我 带你一起吃房 看房 买房 谢谢你的观看 我是Melissa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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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